大家好, 歡迎來到UncleSamChannel 聽說最近香港的酒店很便宜 所以我就決定和我的朋友Eric 一起去進行一個爆房之類 今次我們選了的就是 荃灣的余芯酒店 我們在chip.com訂了兩間房 沒想到要住六十幾樓 所以要在中途鑽 別說太多了 帶大家去做一個room tour 荃灣的余芯酒店 這間房間是我的朋友 我們先去做room tour 先進入浴室 有很大的浴缸 有一個很漂亮的鏡 還有一個廁所 這邊呢? 這邊是浴室 也挺漂亮的 這間房間是嗎? 好 好 有很簡單 一間商人廠 這間房間來說也算不錯 我現在私會告訴大家 多少錢啊? 嘩 這裡面面強強都 看到一點點景 好啊 一攬無遺 對 嘩 這裡也算不錯 景觀也不錯 看到這邊的 嘩 嘩 很棒 看看下面 下面是什麼地方 下面也是一些屋苑 那些 全景新城在哪 全景新城 好像旁邊就是 就是這座 尖嘟嘟這個 是嗎?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我剛才走過來的時候 就好像是 我不確定 那邊這個位置就是萬景峰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會看到這裡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很多屋苑那裡 你會看到 零零射射 平台都會有泳池 嗯 我相信 如果在一些 其他舊宇那些 你就未必會有 那些 那麼多國瑜都有泳池 是啊 哇 那天飽過 因為現在下午 嗯 又要慢慢突出 而且好像台灣那邊 打風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香港那邊 應該是吧 這些日熱到飛起 是啊 好 參觀完這間 我們去參觀另外一間 好 我們現在來爆一下 這個三間房間 究竟是怎樣 爆房? 是啊 不用掃卡 OK 嘩 在這間 咦 和你那間很不同 都是同一個價錢 為什麼你的那間房間 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 哇 哇 兩邊玻璃窗景 哇 還有一張大床 還有一張桌子 哇 你看看這裡 這是一個 落地的浴室 還有玻璃 對著海景洗白白 可以 哇 很精彩 哈哈 哈哈 好 接著又是浴缸 不過這次的浴缸 在外面 你看 嚇死人了 嗯 接著那個Bubu 的地方 馬桶的地方 就是這裡 OK 又是這塊鏡 一樣很漂亮 但是很明顯 這個間隔 和剛才你那間房間的間隔 很不同啊 可能是海景房 和升級了都還未停 哇 真的好 謝謝你 幫我安排這個 幫我安排今晚這麼精彩的住宿 嗯 現在呢 因為外面太慢 而且今天的空氣質素很一般 所以現在看見這個view很一般 但是就 我想說 這裡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270度的海景房 嗯 在哪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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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 好像拉不到 不是吧 嗯 不知道怎樣 叫人來做的 不要緊 嘩 我想今晚如果在這裏拍夜景 應該也不錯 定蠻舌 拿支香檳 然後再買些魚子醬 吃一下 享受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更加有 感覺一點 那就多謝你 老闆 首先要多謝你 老闆 算了吧 你當然要自己去買 自己去買 對 但是這裏的光線 是都 現在因為太慢了 好 那我們這個home tour 就告一段落了 等一下我又要準備下一個節目 到底我們今天這個香港一日遊 爆房之旅 會有什麼驚喜呢 講好回來告訴你 我們去住的時候 剛剛跟B德做一些合作計劃 所以在酒店的每一個角落都會看到不同類型的B德 特別是在大堂這隻這麼大的B德 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跟他一起拍照 這裏就是魚心酒店的泳池 你看多大 我想說這個泳池的面積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而且水都很乾淨 一般來說水深都是去到米3 都很適合大人游 小朋友就要小心 要有大人陪同 那 你看到這裏 就看到這間酒店 嘩 不過我這次呢 就不是對著泳池景 所以我這房間就看不到這個泳池 趁現在這裏光線這麼好 自拍一下就可以了 OK 繼續游泳 游泳之後我們就去了荃灣的肉餅哥吃飯了 想知道我們吃了些什麼 你就看上面那條link吧 回到酒店 我們一起欣賞完夜景之後 就決定繼續開party 第二天一早 我們又繼續去酒店游泳 順便去參觀一下健身室 給我發現原來在泳池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錦里池 養了很多錦里和烏龜 游泳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有很多香港人和我們一樣都來了這裏玩 總括來說我覺得這個爆房之旅就相當超值了 是時候跟大家說一下這間酒店多少錢 總共費用是400元 還要upgrade了我的房間 有這麼好的設施 大家都可以一齊來玩一下 今集就介紹著這麼多 如果再有其他精彩的爆房之旅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集見 拜拜